欢迎收听六指法医 第六集 难怪刘朱卿的妈妈说韩东是个混蛋 看来老人家说的真没错 我阿安点头 回忆起初始当晚 刘妈妈说过的几句话 刘妈妈说 刘朱卿的男友性格奸华 一看就不是本分人 女儿跟着他迟早出事 现在想想 老人家的几句话还真的都应验了 王大海想了一会儿说道 韩东应该不会平白无辜 帮一个背叛他的女人出主意吧 没错 韩东当时提了一个要求 要求 要求刘朱卿 配合他毒死我 说完这句话 杨远航的脸上再次浮现出怒肉 恶狠狠地说道 我是对不起韩通 但如果没有我 韩通现在还是一个不闻一鸣的小业务员 他竟敢怂恿刘朱卿暗害我 你说的该不该死 杨远航 即使韩通再设不设 你也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 王大海面色严肃地说道 如果你当初选择报警 又或是当面揭穿两人的阴谋 也不用落得今天的下场 报警 杨远航疯狂大笑道 报警又能怎么样 无凭无据的情况下 顶多判他几年 这公平吧 杨远航 你杀了他们就公平吗 王大海冷声说道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用私刑来泄愤 还有我们警察干什么 杨远航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 和王大海辩论 自言自语地说道 获悉他们的阴谋后 我决定先发制人 先干掉韩通这个混蛋 再慢慢炮制刘朱卿 等到两人离开之后 杨远航立刻开车返回下江市 通过一晚的时间 想出了一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几天后 杨远航命令人事部负责人 通过遣散费的借口 将韩通骗到公司 等到韩通的汽车出现在地下停车场 杨远航立刻用以迷迷晕了韩通 然后将他活活地勒死了 杀死韩通之前 杨远航已经利用职务之便 将监控室里的保安调走了 布置完现场之后 杨远航返回监控室 用技术手段剪接了监控画面 抹去了自己出现和离开的画面 用别的画面补上这段空白时间 造成了侦破前期 无人靠近别克轿车的情况 紧接着 杨远航马不停蹄地赶往县城 约刘竹青中午见面 他这么做的目的 同样是为了混淆视听 韩通死在地下停车场 如今黑色别克凭空出现在县城 定然会让警方陷入迷雾当中 杨远航接上刘竹青 本想当天下午就把他干掉 但由于担心在城区杀人会留下痕迹 杨远航放下刘竹青 说是晚上再来看他 午夜时分 杨远航来到刘家 用电话叫出了刘竹青 正式跟他摊牌 当然了 杨远航并没有说出 自己已经杀死了韩通的事情 他只是说 在医院查到刘竹青 是公外孕的事情 询问他打算怎么办 刘竹青一听之下大惊失色 跪下 爱求杨远航不要抛弃他 保证以后一定给杨远航 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包包 爱求之事 刘竹青还不断地诱惑杨远航 拉他去河边 打算洗一个鸳鸯浴 用自己的身体 来化解杨远航的怒意 本来杨远航准备制造 刘竹青逆水死亡的假象的 但是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妥 刘竹青是会游泳的 明眼人一看他逆水 势必会想到不是意外 当即杨远航改变主意 将刘竹青从水里骗回了岸上 带着返回到刘竹 后窗不远处的树下 到了树下杨远航突然发难 说出了刘竹青和韩通的诡计 并且探言 他已经杀死了韩通 刘竹青大惊之下 想要大呼救命 却被杨远航使用一迷迷晕了 愤怒的杨远航 报复式地 用脚将肚子里的孩子踩死 戴上手套将他勒死 刘竹青死后 杨远航制造了假的自杀现场 隐藏在附近 打算看看警方来了以后 对于这件事是怎么定性的 杨远航 我不得不说你的胆子 是真是够大的 我站起来冷笑道 杀完人还敢躲在案发现场附近 你就真不怕被我们发现吗 警官 我连人都敢杀 还有什么可怕的 杨远航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 随即叹气道 只是没想到 警方竟然这么快就查出了刘竹青的死因 是他杀 杨远航 你想不到的多了 我抬手指着杨远航 说道 你绝对想不到 当天你开车去接刘竹青的场景 被我撞了个征兆 什么 杨远航惊声说道 你 你都看到了 没错 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在心里暗暗冷笑 杨远航做梦都想不到 那天和刘竹青见面的人 不久之后将会是法医 并且负责的就是他的案子 是啊 我真是失算 杨远航苦涩地说道 也对 天底下本来就没有什么完美的事情 虽然杨远航如实供述了杀人经过 以及杀人动机 不过后面还有一堆的问题等着他 比如杨远航杀人有没有同伙 他的移民是从哪里得到的 不过这些呢 已经和我们有关系了 走出审讯室 我迈步返回了法医办公室 开始写解剖报告 不出意外的话 杨远航的案子很快就要进入公诉程序了 嫌疑人口供 解剖报告 以及审讯记录 都将移交给检查机关 案情呢 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三个心机叵测的男女搅合在一起 最后以惨重的代价收场 不得不说真是一个悲剧 由于案情恶劣 第二天 杨远航就被移交到了看守所 检查机关很快介入到公诉阶段 林哥 你这几天 怎么都无精打采打 一周后 马如龙拎着啤酒和熟食 出现在我家 自从我和马如龙熟悉之后 这小子隔三差五就往我家跑 美其命约陪我做伴 其实呢 就是把我家当成了第二个宿舍 警局宿舍都是多人间 而且环境一般 哪有我家条件这么好啊 如龙啊 如果你天天被一个母老虎冷眼相对了 估计你精血高到哪去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猪蹄 有气无力地吐槽陈可欣 也不知道 我和陈可欣上辈子是不是冤家对头 这个女人呢 看到我总没什么好脸色 林哥 兄弟有句话 你可别不累一听 马如龙放下手中的啤酒瓶 压底声音说道 上次杨远航的案子 你几次和陈队争吵 陈队心里肯定有疙瘩 女人嘛 心而小是正常的 你主动去道个歉 事情可能就 凭什么呀 我不客气地打断马如龙 说道 如果是我的错 别说让我道歉了 就是三跪九扣都行 但是我没错就不会给他道歉 平哥 古话都说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 何必呢 马如龙兴兴地说道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还在试用期 再过八天就有一个月了 能不能转正 可是陈队说的算 文言我脸色一沉 说道 老子平本是吃饭 不给我转正 使得陈可欣的损失 唉 马如龙叹了口气 端起酒瓶说道 不说这些了 喝酒 我烦躁地端起酒瓶 应付得和马如龙碰了一下 心中却在感叹 自己的臭脾气 是不是也该该该了 毕业以后 我在医院干了三年 因为受不了里面复杂的上下级关系 以及枯燥的工作环境 跟领导吵了一架 就离职回家了 如果这一次 还是因为我的臭脾气离职 老爸老妈估计要七个万死了 这一事 马如龙的电话响了 谢了 等我发响 请你吃大餐 爸大宠 你说请客吃饭 说了几十回 我就没见你出血的时候 电话里传来一阵不满的嘲讽 马如龙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尴尬地说道 这次一定 你就放肩好了 这可是你小子说的 如果再敢言无信 老子这辈子都不理你 说完 电话里的声音顿了顿说道 明天中午十一点 下江酒店顶楼西餐厅 别忘了穿的正式点 人家可是大律师 别让人家看清了 妥了 马如龙应了一声 千恨万谢地挂断了电话 如龙 你明天要去相信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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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着嘴角离开了我家